一,第八是调降频率,进入物质宇宙 一初次进入宇宙,啊,被困住了 问说,你看到什么? 您说,宇宙星空,但是感觉星空在我的下面 我不在星空里面,而是跟星空隔着一层透明的能量 一望无际的星空,很广阔 很远的方才有一点一点的星光,离我很远 问说,然后呢? 您说,很像我开了一个门,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宇宙空间 这只是比喻而已哦 我是刚进入这个宇宙空间,我刚进来 所以我还是很上面的宇宙,因为我才刚进来 进来宇宙之后,如果我想要有形象也可以 我可以变成亮亮的,发出珍珠般的光芒,但是不是很具体 不过我也可以不要有形象 我才刚进入宇宙,空间是广阔的 问说,你从哪里刚进入宇宙? 您说,我应该是把我的第八式调降一个频率 为圆阶,进入这个宇宙,所以我现在是第七意识 我才刚进来,正在体会这个宇宙的频率的感受 很像是我才刚打开一个门,进入这个宇宙,所以我还带在这个宇宙高频率层面 也就是我的第八式调降一个频率下来这个宇宙,所以我现在是第七意识的状态 当我在第七意识的时候,我可以没有形象,也可以有形象 有形象的时候,我可以化位像是珍珠般柔和的光,没有范围,又像是有范围 我可以扩展我的范围和宇宙一样大,不过我现在没有把自己扩大 我把自己缩小了,因为我想体验这个宇宙的空间感 我才刚进入这个宇宙,这里是属于宇宙高频率的边缘地带 我才刚进来体会进入物质宇宙的感受 这里的频率很高,所以还没有星球 星球位于更下方的宇宙频率空间 那些有具体形象的或会发光及不会发光的星球还在我的更下方 那里的频率更低 这里还在很高频的宇宙,因为我才刚进来 问说,是 林说,宇宙是一层一层的,分为很多层频率不同的层面 有些人会称之为维度或次元 我刚进来,还在这个宇宙的边缘 往下看过去就是深不可测的偏黑色的深蓝色空间 这个时候已经是进入有的世界了,也就是因为创造出宇宙空间 我才能够开始在有的世界体验 我才刚进来,所以我要先适应一下 我没有办法很快马上进入,例如地球上的一个人类身体里面体验 因为那里更低频,更具体,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调降那么多的频率下去 需要先适应一下 问说,多说一点你的感受 林说,很广阔,这个宇宙很广阔 下方更低频率的空间有更多的活动 像是星球,更具体的体验啊,很多活动 但是我还没有要下去,我先带在这里观察,适应一下 带在这里也是一种体验 如果带在整体,本源,源头,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体验了 因为整体想要体验,所以才创造出各种宇宙 而我现在调降频率进入你们这一个宇宙 可是我还没有要太深入去体验 所以先带在这处比较高频率的宇宙空间 这里会有一些高频率的声音,是种高频率的振动 没有什么强烈的气味,就算是一种气味 我也会说是一种高频率的振动 其实气味是一种振动,声音也是一种振动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形象,因为这里还是很高频率的宇宙 但是已经进入宇宙了 我觉得我跟更下层的宇宙还是隔着一个能量层 这是因为不同频率的宇宙空间分属不同层面 所以会感觉与更下层的宇宙隔着某种透明能量层 因为频率的不同,空间还是有某种状态的隔绝 问说,是 林说,不过,进入宇宙之后,我已经感觉有局限了 在第八式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局限 进入这个宇宙之后,我才开始感觉有种被局限的感觉 所以我还正在适应这种被局限的感受 虽然还是很广大,但是有被局限的感觉 不像在第八式的时候那么广阔,自在,因为我调降一个频率了 所以有被局限住了的感觉 因此,我现在正在适应这种被局限住的感觉 虽然这里算是在高层宇宙地区 我感知到的也是整个宇宙 但是我就会有一个空间感了 虽然是整个宇宙 但是已经有空间感了 所以会感觉到局限 当我在第八式的时候 没有空间感 因为是无限 然而,进入物质宇宙之后 我开始感知到空间 即便这个空间对你们人类来说很广大 广大到你们感到无法探知及计算的范围 但是对我来说 从第八式调降频率进入这个宇宙之后 虽然宇宙没有真正的范围 但还是具有一个空间 所以已经让我感到有种局限感了 这种局限是我只能感知到整个宇宙 我现在在第七式的状态 所以不能像第八式一样 感知到宇宙外及其他宇宙了 我还是可以连接回第八式 感知宇宙外 但我现在调降频率至第七式 进入宇宙的时候 我只能感受到这个宇宙 这已经有一个空间感了 虽然还是没有范围 但是已经让我觉得有局限感了 我正在体验这种有空间感 局限感的感受 问说 是的 然后呢 林说 然后 我生起了一个疑问 要下去体验吗 在这里我已经觉得好局限了 这里已经是刚进入宇宙 算是很高频的宇宙地区了 我都已经觉得好局限了 那么我还要下去更下层 频率更低的宇宙空间体验吗 更下层的宇宙地区不就只会更局限吗 就好比说 你们人类原本能够在一处广阔的大自然草原上奔跑 呼吸新鲜空气 看着广阔的天空 然后 你突然进入一个密闭式的狭窄山洞 这个山洞可能只比你的身体大一点点 你就会感到不舒服 被局限住了 也就是说 当我在第七式的状态 整个宇宙对我来说 就像你们人类进入一个狭小密闭式的山洞一样 这个山洞几乎跟你的身体一样大 你会觉得这个山洞好小 好窄 哦 这里有一个空间杆 你被局限住了 我要适应一下 二 进入宇宙更下层玩的兄弟姐妹们都适用着 问说 是 灵说 因此 我不禁感到疑惑 哦 我真的要把自己的频率调降得更低 往下进入更具体 更低频的宇宙地区体验吗 我觉得这里已经有局限感了 虽然我现在还是无形无相 但是我也可以让自己再更具体一点 我就是光 而这个光 我可以聚合起来 变成一颗光球 我也可以扩散开来 扩散到最大的话 可以扩及到整个宇宙空间 或者我也可以改变成其他形象 但是目前对我来说 具有一个形象没有什么意义 即便我扩散到整个宇宙 我还是觉得好局限 我被困在一个空间里了 我本来是没有界限 没有范围 但是进入宇宙之后 我感觉被困在宇宙这处狭窄的山洞里面了 我产生了空间感 局限感了 这不是自由自在的感觉 虽然我扩及整个宇宙 感知整个宇宙 但是从第八式调降一个频率 进入第七式之后 你已经会感到有局限了 问说 是的 您说 所以我要好好考虑 到底要不要下去 我觉得下去不一定会比较好玩 因为下去的话 你的频率必须掉得更低 频率掉得更低的时候 你会感到更受到局限 嗯 我不是很想下去 我觉得那些想下去玩的都很想不开爱 好多生命都下去完了 我觉得他们都很想不开耶 我要好好考虑我要不要下去 我不想下去啊 我刚一进入宇宙 就已经感到被局限住了 哦 我觉得不好玩 不好玩 我有必要好好考虑要不要继续往下调整频率 往更下层的宇宙空间体验 问说 为什么你要好好考虑 您说 因为就好比说 本来你在一处广阔的大草原 开心的奔跑 然后现在突然被塞进一处狭窄又黑暗的山洞里面 这种感觉不是很舒服 更不自由了 而如果再往下调整频率的话 你就会更有局限感 所以我要好好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再调降下去 哎 我不打算再调降频率下去了 我觉得待在这里就可以了 我大概知道来到物质宇宙的感觉了 你就是一直被局限 一直被局限 一直被局限 你会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如果你要越具体 越来越具有形象 你就越会被局限 问说 了解 您说 但是 原本的我是没有被限制的 当我调降一个频率进入第七室 我已经被局限在宇宙了 而我还要再更降低频率 下去更下层的宇宙吗 哦 天啊 我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 我不想爱 我为何要那么想不开 让自己更受到局限呢 如果你从第八室往下调降频率 一层一层的往下调降 你只会越来越被局限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想不开爱 我不想那么想不开 我不想那么想不开调降频率下去更具体的世界 那里只会让你更感到被局限 被束缚 一点都不自由 虽然你可能还可以在宇宙间自由飞翔 但是 当你处于第八室的时候 是更加的广阔 自由 你完全不会被拘束 也不会被限制 没有范围 无限 问说 是 灵说 当你转出来在第八室的时候 你具有感知了 具有感知的时候很有趣 拥有广阔 自由的感知的时候很有趣 而当你有感知了 接下来你会想 那么更具体的感知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于是 整体创造了无数宇宙 然后许多生命也开始下去宇宙完了 而我这个感知现在也来到宇宙了 可是 哦 我觉得不好玩 进入一个宇宙之后 你的感知就会被局限住 哦 你不自由了 虽然你处于整个宇宙 可是还是很不自由 我不想再下去了 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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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开的才想要下去 何必呢 生命本来就是自由自在的 虽然创造宇宙了 可是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下去 这是每一个生命的自由意志 你想下去就可以下去 你不想下去就不要下去 我决定不要下去 因为我觉得不好玩 我想要的是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才舒服啊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被局限住呢 何必呢 我觉得那些下去玩的那些生命们 兄弟姐妹们 家人们 他们真的很想不开爱 问说 为什么是想不开 灵说 因为进入更下面很具体 很具象的宇宙空间的时候 有些生命就会卡在那里回不来 回不来之后 他们会忘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自由广阔 一旦你进入宇宙之后 你已经不自由了 而你竟然还会想要进入更下面的那些星系 星球 还会想要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当某一个生命体 这简直是超级想不开啊 太不自由太不广阔了 你只会一直被局限 一直被局限 你会被禁锢在很具体 很低频的世界 甚至被禁锢在一具很小 很小 很低频的肉体载具 这怎么会好玩呢 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非常不自由 而且很累 因为越低频 你就会越具有重量 所以我不想去 我不想下去玩 我觉得那些想下去玩的家人们真的是太想不开了 因为生命原本就是一体 所有转出来的生命都是家人 如果以地球人的说法 我会称所有的生命为家人们 兄弟姐妹们 当我刚进入宇宙 我都已经觉得很受不了了 因为好局限哦 不好玩 但是没有规定每一个转出来的生命都要进入宇宙完 我只是先进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 我觉得不好玩 我想回去了 我不想再下去了 说实在的 那些想要下去更下层 更具体宇宙空间游玩的家人们 他们真的是很有冒险 探险精神 他们都是勇者 越下去下面的宇宙地区 你只会越来越被局限 被禁锢 越来越不自由而已 三 还是带在本源比较舒服自在 问说 然后呢 零说 所以 我觉得 那还是算了 我还是转回去好了 我转回本源 带在原来的状态 我觉得带在本源里面比较舒服 去了一下宇宙之后 我感觉没意思 我不想再下去更低频的宇宙空间 于是我调生一个频率回到第八式之后 我就转回本源了 问说 在本源是什么感觉 零说 就是原来的感觉 回到原来的状态 问说 什么是原来的状态 零说 因为回到原来的状态 你也没有感知了 所以无法形容 因为没有感知 你连感知都没有了 所以无法形容 但是如果要用人类的语言形容 我会说回到本源比较舒服 你知道光是调降一个频率 从第八式进入第七式 而进入宇宙的上层高频空间 我都已经觉得被局限了 所以 我会觉得不好玩 我不想要再进入更下层的宇宙空间去玩了 我不想要再变得更具体 进入更具体的世界 没意思 但其实 我也无法说我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我 在本源的时候没有我 因为没有感知 所以无法说我 也无法说任何话了 当我开始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在本源的状态了 如果我要开始跟你说话 我一定要从本源转出来 来到处理本源的状态 我才能够跟你说话 如果我完全待在本源的状态 我会完全无法跟你说任何话 因此 我完全无法向你形容 待在本源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在本源的时候没有感知 但是 如果运用人类语言来形容的话 我只能跟你说 待在本源很舒服 很自在 就是原来的状态 这才是生命本然的状态 你就是待在这种状态就好了啊 何苦要调降频率 进入有形有香的世界玩呢 哎 没意思 不好玩 不好玩 问说 是 零说 回到本然无形无香的状态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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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种不可说的状态 才是最美好的 啊 我不想要自找苦吃 我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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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处在本然的状态 就是回到本源 但是 我无法告诉你有关本源状态的任何情形 因为回来之后 我就没有感知了 只要我一开始跟你说话 陈述任何形容 我就已经不在本源的状态了 因此 我只要一开口就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无法说 不可说 问说 了解 零说 我觉得那些从本源转出去 想要体验更具体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家人们 真的是太想不开了 当你转出来到第八式的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时候没有局限感 因为你还是可以感知全部 所有 你并没有被限制 可是当你调降频率进入第七式 并且进入某一个宇宙的时候 而我刚刚进入的是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物质宇宙 那些决定下去玩的家人们是抱持着一种冒险 探险的精神 所以他们调降自己的频率下去玩 但是我没有那么想要冒险啊 我觉得没意思 太局限了 所以我不想想不开 何必要想不开呢 不好玩 我还是回到本源比较好 问说 然后呢 零说 然后 我就不想讲话了 如果你不要跟我说话的话 我就可以回到本源的状态 如果我们不要沟通的话 我才能好好待在本源 如果你一直跟我说话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真正回到本源 问说 好啦 可是还是让我再问一下问题好吗? 零说 可以 可是你不要问我第八式以下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没有调降频率到更低频 所以只能回答第八式以上的问题 问说 你再多说一点回到本源是什么样的情形 零说 回到本源就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以人类现有的生存方式及状态来看 绝对无法想象 也无法说明 我无法运用人类肉体曾经感受过的任何感受 来说明待在本源时的幸福 快乐 宁静及美满的感受 只要我运用人类语言来形容就不对了 所以无法形容 但是我只能说这是超越你们在人类状态时 所能够体会 感受到的美满 幸福 舒服的感受 所以 回到本源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完全无法形容 当我在第八式的时候 我还可以向你形容说 我是感知 我可以感知 但是 当我转回到本源 如果我一开口跟你说话 我就已经不在本源的状态了 所以我无法向你形容任何待在本源的情形或感受 问说 所以现在在跟我说话的是什么 我可以如何理解 林说 我虽然还是在本源 但是我的某个意识层面的面向来到这个肉体 四 塞进一颗绿豆般的人类肉体 哦 真局限 问说 是 然后呢 林说 所以啊 我何必想不开调降频率 进入宇宙体会呢 又何必再更想不开 你会进入某颗星球的某个生命载具里面体验 那么你就会变得更低频 更受到局限 更小了 如果是成为某种宇宙能量 在宇宙间自由飞翔的话 那还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体验更具象化的生命形态 例如光体生命 能量生命 或者居住在某个星云中的生命体 那也还好一点 局限感不会那么重 不过也还是已经被局限了 这种体验也不会好玩 或者有些生命形式并不是居住在一颗星球里面 它们是居住在某个宇宙地区 或整个宇宙都可以活动的 例如像之前催眠出现过的宇宙人这样的生命 它们存在的空间虽然更加广阔 但却还是被限制 它们还是被限制在宇宙里面 这些生命体验都还在更下层的宇宙空间 我还没有去到那么下面 哎 所以我觉得那些下去玩的兄弟姐妹们 实在是太想不开了 问说 是 灵说 而且有些玩得太过沉静 太过深入的生命 反而会被卡在低频宇宙空间里面 无法自由离开 虽然以生命真相来说 没有时间 在本源没有时间 只有降低频率之后 才会进入具有时间的宇宙空间 所以你想玩多久都没有关系 然而有些生命已经进入某个宇宙时间几千亿万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了 它们困在那里太久了 因为更低频的宇宙空间实在太具体 太僵固了 低频宇宙的能量太过于僵化 僵固 以至于整个地区的生命频率像是凝结般动弹不得 那里的空间能量及生命的频率已经将固住 无法自由调整了 也因为如此 某些低频宇宙地区的频率会因此产生不平衡的状况 问说 是 然后呢 灵说 所以 不要想不开啊 你以为带在具体的世界 除在一具具体的生命载体当中体验很好玩 你非常舍不得离开 可是这真的只是因为你想不开而已 真实的生命状态其实是更广阔 更自由 更开心 更舒服的状态 可是我无法运用人类语言 或者有限的人类感知 来说明这个美好的状态 你们人类记忆中的所有体验与感受 都不足于形容回到本源时的美好状态 所以我无法说 问说 了解 灵说 你们都以为活着比较好 活在一具人类肉体载具当中比较好 但这只是因为你们忘记没有活在一具人类肉体载具当中的状态了 你们忘记回到本源之时的状态了 你们忘记回到更高意识频率的状态了 所以你们以为活着当一个人类比较好 这其实只是你们的误解 因为你们现在的记忆已经忘记你们不是人类的那些时候了 其实人类的感知及生活非常被局限 活在一具人类肉体当中的时候 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被局限 超级被局限 所以你们很害怕死亡 然而 其实死亡对于意识而言 对于生命真相而言 就是回到更加自由 自在 广阔的状态 因此 在我看来 你们害怕死亡这件事情很奇怪 问说 是的 您说 你们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呢 你们要害怕的应该是被困在一具人类肉体里面 以及被困在这处很狭小 很具体 很被局限的地球物质世界里面啊 你们害怕的应该是被困在一具人类肉体里面啊 哎 你们这个世界的人类的想法好奇怪 问说 而且我们现在的人类顶多只能活个一百岁而已 林说 所以 你们在害怕什么 在意什么 当你没有被局限在一具肉体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不过就算你没有在一具肉体里面 但你还是处在宇宙里的时候 你也还不是那么自由 只有在你离开宇宙 回到第八式的时候 你才会感知到真正的广阔与自由 可是 就算在第八式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感知 虽然你感知到的是空 无的感受 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感知 你还是需要花费能量 因为感知的时候会形成一种立场 你需要产生立场才能够感知 你有感知力 你还是在有的状态中感知 在这当中还不是绝对的自由 只有在回到本源的时候 连感知都没有了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广阔 生命真正的真相 也只有回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才会感到你真正回家了 你才能够了知 哦 原来就应该如此 你才会得到所谓的制服 智喜 智乐 不过 如果我如此形容 有些人类可能又会联想到 类似于很肉体的欲望满足的喜乐感受 不是哦 绝对不是 肉体方面有关欲望满足的感受 其实太过狭窄 狭隘了 绝对无法与本源的状态相比你 本源的制服 智喜 智乐状态超越你的肉体 超越你的眼 耳 鼻 舌 身 一所能够感受到的 问说 是的 您说 所以 我不想调降频率到更下层的宇宙体验 我只想待在本源 或者 只要调降一个频率到达第八 那么我就什么都可以感知到了 既然我什么都可以感知到了 我何必还要下去更下面的世界投胎呢 我就已经什么都可以感知得到了 我何必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地区 进入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载具里面呢 然后过着视野极绝之力很小很小很小的生活呢 何必呢 很累哎 不需要啊 所以啊 那些想要下去玩的生命们 家人们 兄弟姐妹们 我只能说他们很有实验精神 冒险精神 那些人们 而其实 因为本源没有时间 所以不管这些生命下去玩多久 回来就是回来了 其实都没有差别 所以不管生命想要调降频率 进入各种频率的宇宙空间 体验多久的时间 对于生命真实的本质及状态而言都没有差别 也都不会被限制 因为 回到本源之后 你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会有任何改变 时间也不存在 问说 是 您说 当你在第八式的时候 你可以感知到全部 但是 当你降低频率 进入更低频的宇宙空间体验的时候 你会更加缩小你的感知范围 这与在第八式的感知状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了 就好比你们原本是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 吹冷气看电影 一边吃着爆米花 喝饮料 而电影里的那些冒险角色 却是在里面吃苦受罪 流血流汗 还要跟怪兽打架 那何必呢 何苦呢 你还不如坐在荧幕前面 吃爆米花 喝饮料 吹冷气 坐在很舒服的沙发上 这就是第八式的状态 而什么是回到本源的状态 就是回到房间 躺在很柔软舒服的床上睡觉 你想要在什么样舒服的床上休闲自在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要想不开呢 这就是在宇宙幻境当中许多生命想不开拼命的一定要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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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一具物质载体当中就是受局限啊 问说是 灵说 当然我并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活着或没有好好活着或者去自s 不是哦这是不一样的哦这样也不是生命的真相 请不要曲解我的讯息 我所描述的并不是说要你们不要好好活着 也不是要你们就去s 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这么理解哦 而是说我是在一个没有肉体的真实生命状态下 说明真实生命的自由广阔状态相比起在一具生活与物质星球上的肉体载具里面 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一具人类肉体当中的时候 请好好活着 请好好爱护你的肉体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请不要曲解这些讯息 就算你们自s 了或者不好好活着而像是等死般的等着离开肉体 你们也无法立刻回到本源的状态哦好吗 这样有了解吗 不要胡思乱想哦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问说好的了解 您说如果从意识频率不同层面的转换来看 原本从第八式调降到第七式进入宇宙之后 我像是进入一处狭窄山洞里面 可是这个山洞至少还跟我的身高差不多高 大小大概跟我的身体一样大 我可以充满这整个山洞 但是当第七式调降频率 进入一个人类载具里面的时候 就好比你们以一个人类肉体的大小将自己缩进一颗绿豆里面 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被局限吗 你们会觉得舒服吗 问说不会 您说你会觉得很局限 你的世界变小了 你的感知范围也变小了 你的能量也被压缩了 所以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害怕死亡 你知道吗 你其实是不断把自己压缩 压缩 压缩到一颗绿豆里面 不愿意离开 误以为带在一颗绿豆里面比较好 你们都忘记原来那种自由 自在 广阔的感受了吗 你们都忘记原来的生命状态了吗 你们还记得吗 问说 然后呢 您说 以上所述 只是当我回到生命真相 处于生命真相 处于本源的时候 所体会到的不同频率层面 你可以感受 感知到的状态 但绝对不是在告诉你们 不要好好当一个人类 不好好工作 不好好生活 不好好体会当一个人类 可以在这个物质地球世界可以的体验 灵说 所以我不想下去 我真的很不想下去 哦 我不想去 我真的很不想下去 问说 有人强迫你去吗 灵说 没有啊 生命具有自由意志 生命不会被强迫 问说 那么你在烦恼什么呢 灵说 灵说 虽然不会被强迫 可是你可能就会愿意下去啊 但是我很不想去 因为下到更低频 更具体的状态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那些从本源或高频率宇宙地区 到达地球工作的生命 他们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或者说他们必须下定很大的决心 因为原本他们是在那么广阔 自在的状态存在 可是现在却必须得将意识频率降低 将意识范围缩得很小 进入一具人类肉体载具里面 这必须得有极大的勇气与决心 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问说 为什么这些生命一定要下来 不是不下来也可以吗 灵说 因为某些低频宇宙地区的能量太过僵化 僵固能量已经产生毒色 不平衡了 所以必须下来调整平衡 而原本也是从本源下来体验的生命 因为已经玩得太过投入 他们完全陷入自己的戏剧幻境当中 因而完全丧失在本源的记忆 他们无法恢复其原本的力量 或者说无法连接本源 而让自身生命能量 恢复平衡 也因为如此 他们无法直接调整 哎 可是我就是不想进来啊 你了解吗 问说 你也不一定要来 可以让别人来啊 灵说 别人是谁 整体即是合一 没有分别 所以没有我 没有别人 在本源 在本源源头来看 不是我下来 也不是只有我下来 而是很多生命都下来平衡了 因为就是整体 没有分别 所以也没有别人 所以 你也不可能不来平衡 因为大家就是整体 大家就是一体 而这里的体验空间不平衡了 就是需要有人过来平衡 问说 是的 了解 灵说 只不过我现在是带着人类情感 及人类意识 在跟你说明这件事 所以我会有情绪上 不情愿地表达 说 我不想下去 但其实已在整体生命状态而言 下来就是下来 这就是一件必须被执行的 能量平衡工作 我们就是要来工作 没有想或不想 也没有不情愿 只是以人类情感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 下来更低频率的宇宙空间 我会感觉非常被局限 就算只是进入一具高维度外星载体当中 我都会觉得很被束缚了 更何况是进入一具更低频的人类载体当中 这只是以一种比喻的方式让你们了解 如果是从本源的状态直接来到物质宇宙 进入一个人类肉体当中投胎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决心与勇气 但是以整体的生命真相来说 下来就是下来 因为需要有生命下来平衡能量 所以就下来了 在本源的状态不会有情绪或不情愿 问说 你刚刚说某些宇宙地区的频率僵固 这是多大的地区 包含地球吗 您说 地球这个层面很大一片宇宙地区的范围 不是只有地球而已 也不是只有星球而已 而是这个层面的很大一片宇宙地区 有些生命已经下来晚几万亿年了 所以分布的区域很广 而他们的生命形态变化也很多元 但是这些宇宙地区 以及在当中体验的生命的频率能量 却已经僵固 凝制不动到不平衡的状态 以至于他们无法让自己回归平衡 进而往上调升频率回到本源 所以需要有生命下来调整平衡 因为都在整体里面 而这个地区包含地球 以现在地球频率的这个层面的很大一片宇宙地区 问说 为什么这片宇宙地区的能量会不平衡 您说 如果以时间来看 有些生命已经下来玩几万亿年了 他们玩得很是痛快 玩得很淋漓尽致 玩到连自己是谁急怎么回家都忘记了 怎么说得完 要从哪里开始说 而且我现在没有要讲宇宙历史或银河系历史这部分 只要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回到本源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都知道了 我干嘛现在跟你说呢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 好好的让自己回到本源 现在知道宇宙历史对你们来说没有意义 也不需要知道 先回到本源 回到本源比较重要 六 上顶轮连结源头能量 问说 然后呢 灵说 我现在先带在本源补充本源的能量 你先等我一下 问说 好的 灵说 现在正在与本源对齐 整合 调整 现在在调平 让这个身体意识 也就是第七识 与本源对齐 整合 这也是一种意识调降频率到更低频的宇宙空间时的平衡宇宙空间的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身体的意识频率能够更对齐本源 那么就可以说明这个频率层面的空间更加平衡 更加到与本源对齐的频率状态 所以 这种生命投胎来到地球人间 只要他们将自己的频率对齐 校准回本源 他们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地区恢复能量平衡 校准与本源的频率 他们也可以说是对准本源频率的接收器或校准容器 问说 问说 他所平衡的范围涵盖哪里 您说 第七识没有范围 问说 但是校准能量的地区有具体的范围吗 它的周围 一个地区 整个国家 地球 还是 您说一片很大的宇宙地区 现在正在校准 看他恢复的多清醒 他就可以影响多大的区域 校准多大的频率能量地区 所以之前跟他说过 他就是只要待着就好 他只要好好活着 过着正常的地球人类的生活 不用多做什么 他就是在工作了 很多这样的生命都下来了 他们就是待着就好了 他们待着就能够平衡能量了 不用做什么 问说 校准之后 对他有什么影响 您说 对其本源 校准本源 他会更清醒 问说 这也算是他的生命计划吗 您说 这是他的工作内容 问说 他有在安排好的时间内开始工作吗 您说 没有时间 问说 好的 然后呢 您说 我现在先校准 所以没有办法说话 你先等我一下 如果以地球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描述 他就是意识从本源投射进入地球 投胎进入一个人类肉体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将天线发出来 然后校准本源 然后校准本源 也就是说 执行校准能量这件工作 他们必须先投胎进入地球 等到醒来之后 天线才能打开 天线打开就是回到第七式 元神归位 前六式转式成制 天线打开之后 才能够将对准本源的能量通道打开 连接本源的能量进来 将本源的能量接收进入这个地区 如此才能够开始校准这个地区的不平衡能量对准本源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现在是因为天线打开了 所以正在校准能量 问说 是的 您说 天线还没有打开之前 他们的能量会比较小 等到天线打开之后 他们能够校准的范围会更大 他们才能够接收更多本源的能量进入这个地区 问说 校准能量之后 对于他生活的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您说 我不在这个层面工作 这是包含一整个地区的宇宙空间 所以你不能问我有关地球某个地区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这方面的能量不是在这个层面运作 现在的状态是在本源的层面工作 宇宙对我来说都好小了 何况是某颗星球上的某个地方 问说 那么对于这一片很大的宇宙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林说 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无法运用人类理解的层面及语言 向你说明有关宇宙能量方面的情况 你们人类没有任何有关宇宙能量的名词及形容用语可以使用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就是在平衡能量 问说 然后呢 林说 校正本源的能量是从上顶轮接收 顶轮之上还有一个节点 也就是上顶轮 在头顶的上方不远处 以这个能量点 或者称为脉轮 为校准点 这里有一个通道连接本源 现在正在校准 然后 上顶轮也会连接顶轮 第三眼 喉轮 心轮及其他所有脉轮 也会通往身体的所有经脉 能量线 不过 以地球的能量校准工作 你必须先校准至银河系中心 再从银河系中心往上校准 一直通到本源 因为地球处于银河系 所以必须先校准银河系中心 再从银河系中心的能量点往上 一层一层连接到本源 问说 银河系中心的能量点是中央太阳吗 您说 我不会说是中央太阳 如果称之为中央太阳的话 好像只有一颗恒星 但是不是如此 因为那里的中心区域有许多恒星 不止一颗 银河系中心指的是一个区域 这当中有许多恒星 也有很多比恒星频率更高的星球 而这些更高频星球 以人类的肉眼无法看到 不同层面的讯息 也许会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在我这个部分 我不会说是中央太阳 因为我看到的是整个宇宙 所有不同频率层面的整体状态 因为层面不同的缘故 好的 会继续较准 可以离开了